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邓翠文的演艺之路充满了励志和传奇 他的人生几次大起大落 历经了坎坷与苦难 但最终都熬了过来 那些年 邓翠文到底经历了什么 让人佩服又心疼 邓翠文的童年极不幸福 这与他的原生家庭有很大关系 1966年 邓翠文出生在中国香港 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 母亲在17岁时便生下了她 当时也是一个不懂婚姻的懵懂年纪 因为母亲年纪小 也不懂得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所以邓翠文刚出生 便被送到了爷爷奶奶家 爷爷为他取名叫邓翠文 寓意出类把翠 在邓翠文很小的时候 父母便离了婚 他的童年彻底发生了改变 父母离婚后 邓翠文只好跟随爷爷奶奶生活 但他的童年生活依旧暗淡无光 爷爷对邓翠文的管教无比严格 而且没有一丝疼爱 五岁的时候 爷爷就开始让邓翠文洗衣做饭 干各种各样的家务活 连动画片都看不了 除此之外 爷爷还经常打骂他 令他的童年感到无比的灰暗 那时候 邓翠文经常哭着找妈妈 并问奶奶说 爸爸妈妈为何不要自己了 奶奶对他说 其实你刚出院时是妈妈带的 但他把你带得不停地拉肚子 瘦得像一个水壶 很恐怖 但不管怎样 邓翠文还是渴望有妈妈的陪伴 给自己一个依靠 之后 父母又重新组建了各自的家庭 邓翠文更加被父母忽视了 有一次 邓翠文去找妈妈 结果被妈妈的一句话 彻底伤透了心 妈妈则对他说 你以后不要叫我妈妈了 我已经另外有一个家庭 他们不知道我这么多事情 从那一刻起 邓翠文彻底对父母失去了期望 也对这个家充满了厌恶 原生家庭带给我的是苦涩 愤怒 阴暗 得不到爱的邓翠文 开始极度渴望逃离原生家庭 让自己变得自在和强大 所以 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中长大的邓翠文 性格也变得非常刚毅和独立 同时也极度缺乏安全感 我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 妈妈有一个家庭 爸爸有一个家庭 但不幸的童年 也还是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 转眼到了18岁那年 邓翠文高中毕业后 填报志愿当空姐 邓翠文有一个空姐梦 也是为了能够逃离原生家庭 因为一飞出去 就很久不用回家 不过 这个梦想并没有能够实现 因为当时规定 19岁才能当空姐 当时他只有18岁 没能当上空姐 邓翠文开始另想出路 暂时去了茶餐厅打工 之后 邓翠文得知当演员也非常忙碌 而且经常拍戏不回家 于是他又有了当演员的想法 他在电视中看到张曼玉 汪美玲的迷人风采之后 更加坚定了当演员的想法 于是 他报考了无限议员训练班 没想到幸运地被选上了 和郭福成 李美贤等人成了同期学员 到了训练班之后 邓翠文开始感到了自卑 他觉得很多人都比自己漂亮和耀眼 所以 邓翠文开始安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自己变得足够优秀 不能被淘汰 在训练班学习期间 邓翠文非常努力上进 也因此迎赖了一个幸运的机会 1985年 刚从训练班毕业的邓翠文 就幸运地参演了薛仁贵 真东 原本薛仁贵真东的女主角 定下的是汪美玲 结果在开拍前 汪美玲自杀了 于是 剧组就找到了邓翠文 让他主演薛仁贵真东 原因是他长得很像汪美玲 刚出道就是演女主角 邓翠文也凭借薛仁贵真东这部剧 一夜成名 彻底改变了命运 那一年 邓翠文19岁 直接被无限签下了五年长约 并开始得到力捧 当时邓翠文被誉为汪美玲 接班人 无限电视台把所有好资源都给了他 前途不可限量 1985年走红之后 他在一年内接连拍了开心女鬼 大成小子 决战皇城 辉王等四部影视剧 他也直接逆袭成了当红女性 被称作是小汪美玲 事业开始不断攀升 邓翠文还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他和万子良相恋 在拍摄学人贵真东时 邓翠文和万子良便因戏生情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万子良当时造诣成名 而且年纪也比邓翠文大了九岁 所以 成熟稳重的万子良 对邓翠文体贴有加 又百般照顾 给了他足够的爱 万子良经常教他如何演戏和如何生活 也成了他人生的引路人 邓翠文感慨地说 万子良是一师亦有义父 当时万子良有多宠爱邓翠文呢 邓翠文回忆说 他会在大街上跪着认错 即便万子良对他宠爱至极 将其当作一生所爱 但邓翠文却开始想要逃避 最终 邓翠文主动对万子良提出了分手 与万子良分手后 邓翠文开始一心忙于事业 事业越来越好 他却变得惶恐不安 他说 我有点空了 不断从身上拿东西出来 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一直活在电视城里 不停地拍戏 一直这样演下去 就没什么可以再拿得出来的了 如果我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展 像他那么红了 应该是这个指标了 我是不是很向往呢 又不是的 于是 他的不安感和空虚感 让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几年所有东西都是TVB给的 不给就没有的了 如果有一天他不捧我了 我该怎么办 于是 和TVB的五年合约到期后 处在事业巅峰的邓翠文 不再选择续约 他离开了娱乐圈 远逢美国学习室内设计 开始沉淀和丰富自己 他说 我不希望自己只有一条被人选择的路 在美国学习了三年设计后 邓翠文过得很开心 也找回了初心 在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后 邓翠文又回到了香港 决定继续拍戏当演员 可娱乐圈是个更新换代极快的地方 此时早已没有了他的位置 不过 此时的邓翠文早已放平了心态 他开始从零开始 不停磨练自己的演技 直到1996年 邓翠文加盟了亚氏 开始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 进入亚氏后 邓翠文开始受到力捧 并相继参演了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再见艳阳天国际刑警》1997等影视剧 其中 邓翠文凭借《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中的 姚小蝶一脚 再度大火 事业重新翻红 他本该彻底迎来一个幸福无忧的人生 可此时却因爱错一个人 而跌落到了谷底 在拍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时 邓翠文和演员江华 从荧幕情侣变成了现实恋人 两人假戏真做 当时江华已经结婚四年 而且妻子麦杰文正怀有身孕 江华在追求邓翠文时称 和妻子过得并不幸福 只有和他在一起 才会感到快乐 所以 邓翠文天真的以为这就是爱情 所以才会选择和一婚的江华相恋 并且也知道自己是第三者 可让邓翠文没想到的是 他单纯渴望的爱情并不是真的 而且彻底爱错了人 当我知道会影响到第三个人的时候 我已经想离开的了 因为我的动机完全不是这样的 之后 妻子麦杰文知道后 直接带着江华上电台怒斥邓翠文 而江华竟然和一起痛骂邓翠文 并声称是邓翠文主动勾引他 利用他炒作等等 这场骂战 直接让邓翠文的事业和形象 一落千丈 彻底跌落到了人生最谷底 演绎事业毁于一旦的邓翠文 经济也遭遇了巨大的打击 令他的生活雪上加霜 1998年 他投资的房产 遭受了金融风暴的影响 他一夜之间负债累累 最后 他直接把房子全卖了 不再为了所谓的物质而烦恼忧虑 在邓翠文遭遇人生最大的打击时 他又遇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当时 邓翠文在低潮时 遇到了小自己三岁的郑敬基 并再次坠入和爱河 郑敬基当时是无限的演员 歌手 他对邓翠文宠爱至极 两人相恋期间 郑敬基对他百依百顺 无比疼爱 想尽一切办法支持他和帮助他 可以说 郑敬基是他在爱情中 遇到的最佳良人 然而 这段美好甜蜜的爱情 也仅仅维持了一年便宣告分手 而且是邓翠文主动提出的 对于分手原因 邓翠文说 因为性格上有很多问题合不来 再次失去爱情后 邓翠文又经历了一段失忆的时光 直到2004年才重获新生 重新签约回到TVB之后 邓翠文在2004年参演了《金之玉念》 饰演了《如飞一绝》 该剧被称作是宫斗剧的十足 邓翠文也一举斩获了TVB 《我最喜爱的实力非凡女议员》奖 事业重振旗鼓 之后 邓翠文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演艺事业又再次盘上了一个巅峰状态 他相继参演了《女人屋》一作 《徽娘婉心》等影视剧 在电视剧《金国肖雄》中 邓翠文饰演四奶奶一角 该剧收视率超过40点 成为中国香港年度收视冠军 所以 当时邓翠文也一举被誉为 《香港无限》的40点收视天后 并在TVB42周年万千星辉颁奖礼上 获最佳女主角奖 除此之外 邓翠文还凭借《金国肖雄》之一 海豪情中的《九姑娘》一角 再度斩获TVB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最佳女主角 邓翠文也一举成为了TVB历史上第一位 蝉联事后的女演员 事业彻底达到了顶峰状态 此后的时光里 邓翠文开始变得淡然随性 不再像以前那样叫真和没有安全感 心态平静如水 曾经她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 甚至是飞蛾扑火 如今却开始对爱情和婚姻充满了谨慎 一个人的她 如今很享受独处的生活 随心所欲又无牵无挂 如今邓翠文 依旧是孤身艺人坚持在拍戏 对于过往的那些苦痛坎坷 她也早已渐渐释怀 开始追求和享受自己喜欢的人生 或许唯独那段童年缺爱的成长经历 才是她心中始终无法释怀的伤痛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